现在的有些人 尤其是职人群体 有一个特别宁巴的心态 由于他们的精神祖国现在属于是太拉胯了 所以这帮职人已经慢慢的接受了别人批评美国 揭美国的短了 但是他们现在的心态还依然无法接受别人称赞中国的好 说中国好他就难受 所以这期节目是专门送给他们的 最近中国在军事外交上有三大动作 分别是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 运20直接给塞尔维亚送去防空导弹 还有咱们三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这几件事是接连让西方的傻老白们是纷纷破防 又酸又气 看不惯还干不掉 给这帮玩意气的都便秘了 要说这些都是中国的正常发挥 怎么就让这帮玩意受不了了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咱们先说所罗门群岛的事 咱先看地图 这个位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面 澳大利亚以东1600公里的位置 是个岛屿群 当地政府和中国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 里面大致说所罗门群岛可以要求中国 派出警力或军队来协助处理骚乱 这里面有个历史背景 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驱逐了台湾省的官员 去年所罗门群岛发生了一次骚乱 当时他们的总理直接就指出台湾的代理人 想破坏我们政府的稳定 当时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直接就说了 我们不会向台湾方面屈服 那骚乱闹得其实挺大的 给当地带来了比较大的损失 骚乱发生之后 中国和几个国家去当地维和 重建了社会秩序 就这几件事促成了这份安全协议 其实挺正常的一个事 结果闹大利亚那边可就受不了了 他们的外交部长就一脸横死肉那老娘们 说所罗门跟中国的安全协议缺乏透明度 你看这不巨婴了吗 我们两家的事有你的妈呢 还对你透明个屁呀 就这么一个事啊 闹大利亚对这事的反应 那就是搞潮连连一波接一波的 澳大利亚方面各个场合都说自己受到了威胁 澳方还说中国会在所罗门群岛建军事基地 威胁我们的安全 好家伙 这所罗门群岛离闹大利亚还八丈远呢 1600多公里 和这澳大利亚周边都是你们家地盘是吗 除了澳大利亚 美国那边是直接气疯了 派安全官员去太平洋 又说这是威胁美国的安全 你可给我落倒吧 所罗门群岛才多大一点 威胁你妹的威胁呀 你美国在乌克兰搞事 在台湾搞事 搞来搞去 搞到别人家门口了 天天煽动其他国家的汉奸 卖锅贼 这个那个 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 就从这一件事都能看出来 昂萨是又傲慢又坏 觉得自己高级 所以可以在世界横行霸道 凭什么呢 王侯将相宁忧忠忽 从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看 其实美国就在和中国打新冷战 把当时麦卡锡主义那套玩意儿 又都拿出来了 这非常符合美国种族主义的底层逻辑 所以这里不管中国怎么做 在美国眼里他都是错 这里特地给各位提个醒 思想上你得赶快脱直 彻底甩掉殖民主义的思想控制 不然以后烈度提升了 那个时候比如说突然开始排华了 你是一脸懵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心想怎么白人老爷 不是说民主自由人权吗 所以从这就能看出来 下跪他换不来尊严 但是斗争却可以换来 他们不是对所罗门群岛的事特别生气吗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面呢 4月9号到1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运20大型运输机编队 连续三天向塞尔维亚运送中国制造的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也就是外貌版的红旗22 西方媒体当时就摁着忍住 就狗一下就过去了 知道吗 直接说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大规模进驻欧洲 当时西方的两条好狗直接跳出来了 一个是黑山 一个是科索沃地区 德国也出来说 这是接受不了的原则性问题 之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在13号说 我们购买了中国的防空导弹系统 而且还回怼了黑山跟科索沃说 消灭苍蚊子的武器比防御他们的飞机更重要 最后武器齐还放了狠话 说塞尔维亚宁愿做孤狼 也不愿意加入北约的猎狗群 武器齐的表态是非常强硬了 中国给塞尔维亚送货 欧洲当时都叫差了意儿了 还说自己受到了威胁 这不可笑吗 在他们的眼里 大型运输机全世界飞来飞去 那是美国的专利 所以一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型运输机 U20到欧洲了 好家伙 全村的狗都叫了 这是驼避驼的狮杂狗叫 欧盟现在对塞尔维亚心态特别扭曲 特别矛盾 天天就是威逼利诱 经济上施压 政治上孤立 欧盟长期用科索沃独立问题 想逼迫塞尔维亚 但是人家不愿意用主权和尊严 与西方做交易 然后欧盟又想挑拨利剑 塞尔维亚跟中国的关系 声称远离中国 你才能拿到欧盟的援助 谁是狗献门帘子 拿嘴又对付上了 结果塞尔维亚依然是软硬不吃 然后西方的祖传老动乱就用上了 给你玩颜色革命 2020年 贝尔格莱德闹了一次 很快就被评判了 当时西方是利用黑山人混进来捣乱 这一次又一次 让塞尔维亚是彻底对西方失望了 所以中国的无人机 防空导弹直接埋起来 反正我怎么做 你都不满意 那我就干脆对着你干就完事了 中国方面这一系列的动作 气得美西方 是上不来下不去 就在这堵着 就完事了就要 看不惯还干不掉 解放军在全球的军事实力投射 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 这才是让西方国家真正破防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那个松子大的脑子里 只要我满世界横行霸道 别人就不行 这就是纯纯的西方种族主义 加上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思想 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 就是要打破万恶的旧社会 我们就这么诞生的 你生气 你得给我憋着 知道吗 所以在所罗门跟塞尔维亚事之后 西方老爷的雪崖还没降下来 知道吗 中国的三名航天员平安返回地球 这一下让西方是彻底破防了雪崖 仇二百万 这三名宇航员是在去年10月16号 搭载神舟13 载人航天飞船进入太空的 在太空里一待就是半年 4月16号上午9点56 神舟13号飞船 返回舱在内蒙古的着陆场 成功着陆了 三名宇航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 身体健康 飞行任务是圆满成功 西方的表态就非常有意思了 专业领域都认可 这是人类的一次重大胜利 也特别希望中国 分享一下你的技术 另外就是希望中国跟我们是不是加强点合作 而西方的媒体那边酸的就不行了 那是醋坛子让咱一脚给揣饭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简单一笔带过 德国电视台介绍王亚平的时候 还阴阳怪气说 他有军方背景 我们王亚平什么背景 管你屁事 酷气吧你 欧洲媒体整个看下来给人感觉就是酸的不行了 有说中国虽然科技领先但是你没有自由 哎呦那套玩又来了 还有说中国的太空计划 威胁台湾的安全 哎呦我的天 我看啊 这帮欧洲大傻叉们 还是关心关心他们的天然气的事吧 德国那边都要砍柴烧火 穿厚毛衣来预寒了 你还有闲工夫关心太空的事 他们在外面砍柴 咱们上太空玩耍 嘿就是这么气人 这就叫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西方各国的政府呢 心态更扭曲 可以说是恬不支持 他们一面担心中国获得技术领先优势 又要指责中国你不想合作 还恬不支持的 要让中国分享技术 但凡假里有暖气 都不至于把脑子冻成这样 知道吗 咱们中国啊 能靠着独立自主的技术完成载人航空 咱们还能建立自己的空间站 全靠同航衬托呀 90年代末 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 他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 2011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法案 里面明确写了 不允许NASA分享技术给中国 从法律上是彻底拒绝跟中国合作 美国的逻辑特别简单 要让中国知难而退 放弃太空计划 而我们直接打破了美国的封锁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空间站了 而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 2006年运行的 寿命早就到期了 结果强行续命 说给延长到2028年 其实里面非常的破败了 根本就没钱 也没有能力再建一个新的太空站了 现在再加上美国跟俄罗斯的交捂 俄罗斯上次就放话了 一到期我们就不管了 回头那弯卡掉美国脑袋上 我们也不管 这时候西方媒体集体犯焦虑声了 他们说如果国际空间站没了 那中国就是唯一拥有宇宙空间站的国家 美国现在为什么没钱支撑宇航事业了 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确实是没钱 它是罗过商善前景 连年打仗花大价钱搞媒体抹黑其他国家 再加上美国内部一堆蛀虫 经济上严重通胀 确实是扛不起烧钱的项目了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有意思了 正因为连年打仗就更没有心思去搞研究这些玩意儿了 科研捞不到钱 拿不到预算 打仗它能捞钱呢 军工企业直接爽歪歪 所以他们特别想让乌克兰变成阿富汗 这样十万块钱的马桶 一千块钱的咖啡杯又有销路了 大家就想想 上次佩洛西宣布 砍掉美国的防疫预算来支援乌克兰 给乌克兰送武器 怎么可能还有钱搞科研呢 现在NASA只能靠各种商业化 来暂时缓解资金的问题 只能搞些小项目了 卖个T恤膳 卖个棒球帽 卖点茶蛋烤鱼片 NASA的老板天天恨的跪在美国国会的老爷面前 求点预算 天天就是两手一探 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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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而美国国会如果真有钱的话 他就不会拆东墙补西墙了 而更尴尬的是 美国立法禁止和中国合作 结果短短十年的时间 这个法案就成限制美国自己的法案了 真的是太搞笑了 现在咱们中国能做到太空领域 傲视全球了 而美国看待中国的心态 他依然非常的扭曲 充满了冷战对抗思维 这警告我们了 别对昂萨蛮子有太多幻想 他们就只看懂拳头的大小 咱们从中国这一步一步走过来 就能看出来靠谁不如靠自己 这个世界就承认你的实力 你觉得世界是peace and love 其实这个世界是落后就要挨打 我们的战争航天计划可以震撼世界 让西方大傻子们感受一把什么叫 昨天你对我挨打不理 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